好了 大家记得休息好了吗 回来我们继续啊 好的 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 我们这个整个战略选择 这一部分最为最为重要的支持点 也就是我们每年都会考的发展战略 那么这一块 要求大家去基本上题目 就是给到你一堆的这个发展战略 或者说这个公司 他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战略 要求你去对每一个战略进行判断 属于哪一种细分战略类型 并且说明理由 那我刚才说了两个标准 第一的是你在写这个战略类型的时候 一定要写到最末级 第二的是写理由的时候 你抓住那些战略的特征 然后去描述清楚就可以了 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大的环境之下 我其实每年都会说 尤其最近这几年 其实整体的这个经济 是可能并不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状态 所以呢 往往很多的公司都会选择 对于部分业务 并不是采用整体的这个发展战略 而是在大的发展战略的框架之下 其实会对部分业务是选择收缩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第一个要去讨论 就是实施收缩战略的原因是什么 对吧 我们要去分析分析 有两类原因 第一个叫做主动的原因 第二个叫做被动的原因 主动的我们还要去分析一下 大企业和小企业的 你来看一下 主动的是什么 大企业来说 为什么要去收缩呀 因为要战略重组 波士顿区政 一般是大企业战略重要的 重组的依据 为了去筹措资本运营所需要的资金 然后改善企业投资回报率 等等原因 他会去调整自己的业务组合 什么意思 在大企业的业务战略重组过程当中 我要根据波士顿巨政分析出来的结果 去淘汰那些受狗业务 对吧 所以受狗业务当中的这部分内容 其实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去选择 进行收缩战略的那部分业务线 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对于大企业来说 他会根据我们多波士顿巨政的分析 然后对于不同的业务 可能整体选择的这个战略的方向 是不太一样的 虽然我大的这个发展战略是定在那的 但是其实我企业当中也有一些业务线 我要对他进行波利重组 然后第二部分其实就是针对于小企业了 那么小型的企业家的目标 一般是赚这个赚钱 或者在短期内当中完成一部分的这个利益 利益或者利润 那么当目标达成之后 其实企业可能就不太愿意再去承担这种 比如说这个经营的风险呀 包括这个经营的这个时间的代价 因为往往小企业他没有非常非常长远的这个目标 或者伟大的这个抱负 那可能往后其实就是做到小而美就可以了 他不希望自己做成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公司 只要自己在自己的这个业务领域当中 过得还不错 经营风险没那么高 然后这个公司运转的也比较舒适 比较安逸 那这个其实就是他的目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会去做大规模的扩张 反而其实是在自己的这个业务发展当中是比较特制的 所以他会采用收缩战略 去尽量的缩减企业发展的这个速度 和这个缩少自己业务扩张的这个规模 那被动的原因存在外部和内部的两种情况 那外部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今年整体 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说 这个在收缩战略这块 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去理解 因为被动原因当中的外部原因 是非常容易进行考察的 因为比如说整体的经济形势 产业的周期 技术的变化 政策的变化 价值观的变化 等等市场的饱和竞争行为等等 都会使得企业在外部环境出现危机 那么这部分怎么结合考察呢 首先针对着SWOT分析当中 让你先去分析一下外部环境 然后你在分析的时候 发现了外部所面临的这些威胁 威胁有可能是经济形势带来的 可能是产业周期带来的 可能是政策 可能是竞争等等 这一系列带来的外部竞争环境的危机 迫使企业在部分业务线当中 要去选择实施收缩战略 那我怎么问你 我这个题目怎么问 比如说今年如果我给你编一道模拟题 那我就会给你编这道题 然后说让你在发现这个疫情的影响 对于某一条业务线 可能整体影响比较大 然后我要把整个线下的业务 搬到线上去做 那线下这一块业务 我整体就要采用收缩战略 对吧 线上的业务就要采用发展战略 那线下收缩战略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说请问这家公司选择把线下业务 进行实施收缩战略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那原因就要从被动的 这个外部原因当中去进行分析 然后怎么分析 结合SWOT进行分析 所以这就是把这个收缩战略 和我们前面的这个战略分析 进行了一个结合 这个地方是可以结合命题的 下面的内部原因 人发现这个公司内部 其实也会有一些经营机制 决策失误 管理不善等等的原因 是因为自身的原因 而导致的企业经营不善 和陷入困境 所以不得不进行内部机制的调整 内部管理团队的拆分 团队的重组等等 来选择一些防御的措施 来应对这种挑战 所以从这个实施收缩战略的原因的角度 我们要划分清楚层次 你看我给你讲完了之后 你能不能把这个层次理清楚了 首先从原因的层面上 我们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 那么主动的层面上 我们要去区分大企业和小企业 那么在被动的原因当中 我们要去区分内外部 好 你要先把这个大的这个原因的结构 把握清楚 那如果直接题目当中 问你说实施收缩战略的原因 你至少要从这几的角度都要去思考 如果题目当中 但凡在任何一个角度 其实有过相应的阐述 那你就要把它表达出来 你千万不要觉得说 找到了一个就写一个原因 你一定要把整个原因的结构把握清楚 你的分数才能拿全 所以这是结构的重要性 然后 同学说 说不定初题 这个大家都想到了 所以就不考这个初期不易 是 你可以赌 但是你跟这个初题专家去打赌 输的肯定是你 对吧 你跟他赌 说这个我觉得所有人都知道 所以我觉得可能今年你就初期不易 就不考了 所以我就不看了 那这个时候 他万一出了 这个丢分的还是你 对吧 你跟这个初期专家 是不需要去做这个赌注的 就是你只要认为什么地方 会这个设计考察 哪个地方你没有把握住 你就一定要把它掌握清楚 或者我觉得哪个地方 可能会设计考题 我就一定会给你讲到 那讲到了之后 我讲过的内容 你一定要把握住 没有讲过的内容 我们说可以 这个你战略性的放弃 那这个是基于历史考察的 这个重要性做出的一个判断 好了 然后从战略方式当中 我们刚才说了 为什么实施战略 这个收缩战略 但具体我们怎么去实施 收缩战略 实施什么样的收缩战略 收缩到什么程度 这个其实是在战略方式当中 我们去讨论的问题 其实从收缩的程度而言 我们收缩战略分成了三种 其实这个收缩程度 是逐次递增的 就是到后面 其实我就直接放弃了 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业务还不一定是 直接放弃的状态 其实他有可能还有一些机会 只不过这个机会 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短期的 相对来说是比较聚焦 在某一个细分市场的 因此这个时候 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紧缩和集中 这时候我没有办法 在整个业务线上面 去实施发展战略 但是在某一些 特别集中的市场当中 我可以去集中资源和精力 所以你看集中战略当中 往往是在呼吁短期效益的 首先长期看 它是不可能再有大的增长了 如果长期看是有增长 我一定会选择增长战略 就是因为长期不可能增长 只有可能在短期有一点收益 所以我才会选择 紧缩于集中战略 选用的方式是 通过一些补救的措施 来防止利润下滑 来产生利己的这些效果 具体做法 变革机制 然后就是改变财政和财务政策 比如说这里面调整 这个管理层的领导班子 重新制定一些新的政策和管理系统 然后来改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为的就是从内部的机制的层面上 可能我过去这个业务经营不好 其实是由于这个管理团队 由于这个整个的内部的机制运转不良 所以我先通过这些方式去改革一下机制 然后让后期的这个利益 能够比较快的先能够做一下补救 然后防止我利润持续的大幅下滑 能够有一些这个收益能够产生 那这就是我做的一个方式之一 第二个呢 是去引入一些财务控制系统 严格控制现金流量 然后签订一些偿还的协议 然后把这个 我们固定要偿还的这些利息本金 转化为一些财务证券 比如说转化为普通股 转化为优先股 做成可转债等等 那这些就变成了说 本来我三个月之后要给你还一百万 但现在呢我把债转股了 你看啥意思啊 这个意思就是债转股 一般情况下什么样的债才能转股啊 这个付认股权证的债券里面的 那个认股权证 它未来可以兑换股票 然后对应的可转债当中的 那个债券未来发行这个 未来当你可转换机制触发的时候 你可以转成股 所以一般情况下 单纯的债是没有转股机制的 但是你可以通过去跟债权协商 你这个钱我还不上了 对吧 三个月之后你让我还一百万 我没钱呀 那我怎么还你这一百万 那但是你又这个 你非要让我还一百万 咱俩就陷入僵局了 你让我还一百万 我还不了一百万 那那最后咋办 最后我就跟你说 那我们做一个妥协吧 这公司可能 这个我稍微改一改管理层 我稍微改一改我的经营策略 还是有发展潜力的 这些业务还是有这个 这个现金流可能会产生的 那咱就商量一下 要不然你这个钱 我就先不还你了 这一百万 要不然我们就对应 化成一部分的 这个股权的份额 或者收益权的份额 把它转化为财务证券 债转股 然后呢 我既不用还你钱 同时你也可以通过 我未来的这个收益 来获得这部分资金 所以你看这里 其实就是通过这种 财政和财务战略 可以帮助企业去 做紧缩和集中 最后一个就是 被最为直接的 直接削减成本 产人工成本 财源 然后这个削减材料成本 管理费用 包括这个 把所有的这些 采购的资产 改为售后回租啊等等 然后缩小部门的规模 这些方式 都是缩减成本的战略 所以你整体就把握住 那么紧缩和集中 其实就是去 让公司的现金流出 越少越好 所以你看二和三 其实都是让现金流出 越少越好 一部分是 我要还债权的钱 我别还了 这部分有现金流出 我把它转成股 那么另一方面是我直接每月固定的会支付的这员工工资啊 采购的材料啊 然后支付的租金啊 这一系列的费用 我让它尽量的缩减 所以削减成本 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去改一下政策 变下结构 转向战略 转向战略就是企业在这一条道上走到黑 肯定是没有办法的 那你肯定要换一个思路 换一个经营方向 调整一下经营策略 所以具体的方法就是去重新定位和调整现在的产品和服务 重新的去调整你的营销策略 然后在价格啊 广告啊 渠道啊 等等这些环节去做一些新的举措 让企业能够在新的这个方向上 能够获得一些短期收益 放弃战略 这是最次最次的战略 对吧 前面两个战略你都找不到 所以这个紧缩语曲中 在现有这个市场当中 通过各种的成本缩减 我都无法获益 短期收益不可能为证 然后同时我换一个角度 我去想一想 发现我根本无路可走 我一条道走到黑 走不通 我换一条道去走 结果我发现根本无路可走 最后怎么办 只能放弃了 所以最后一步是放弃战略 放弃战略涉及到的一些产权的变征 和前面两种战略相比 其实是最为彻底的退出方式 那么放弃战略包括什么呢 包括特许经营 包括分包 包括卖断 包括管理层 账点收购 拆产为股 分拆 资产互换和战略贸易等等 这些具体你要把握吗 我觉得不需要 就这张表 你简单看一看 我课上也不会带着大家 把表格当中的每一个单元 这里统统讲一遍 我觉得效率太低了 这部分首先第一个 考察的债率非常非常低 第二个 你只要大概的知道 这几种类型是什么意思 就可以了 你说要把握这里面 所有的细节 把这张表格里面 所有的内容 全部都背一遍 没有必要 既你背不住 而且还容易被混 然后最后考试 还不一定会考 这个真的考了 你就全当这个 今年不走运 这个我倒霉 我认灾 对吧 这个分数我不要了 那大不了就是 丢掉这0.5分 它不会有特别高的分数 所以如果你们 这个又开心了 对吧 要画插 对吧 所以这部分 你们画插就可以了 没关系的 这块的内容 简单看一看就好 这里面什么叫特许经营 就是你授权某一些公司 来经营你的这个业务 比如说你们知道 所有的我们这个国内的 比如说麦当劳 这样的一些 这个连锁机构 其实大家都是一个 特许经营的状态 就是每一家麦当劳的门店 其实都是 都有的是特许经营权 然后然后这个分包 你把有一部分的业务 分包出去 外包出去 让别人去做 然后卖断 然后就整个 整个就把这个业务卖掉 然后这个管理层 杠杆收购 拆产为股 分拆 这些其实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了 资产互换 我的资产 这个我觉得没价值 我要把它卖了 正好你 你觉得这个资产你有用 你想买掉 那咱俩就换一换呗 或者咱俩做一下战略贸易 这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简单看一看就好了 然后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 刚才那块不太可能会进行深入考察 但是实施困难 是有可能会考的 那实施困难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第一个是对于业务和企业状况的 一个实际的判断 你说企业现在要进行一个收缩战略了 但是他基于什么判断 然后给出了这个结论说 现在就要收缩呢 你看收缩战略的效果如何 其实是取决于我们对于状况判断的 准确程度的 而怎么去精确的判断 企业目前该不该进行收缩战略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工作 是不是单纯的因为疫情 我就觉得我要收缩 是不是单纯的因为这个公司一次业务的 这个效果不好 某一次营销活动做的不好 我就要进行收缩 不一定的 所以这里面的每一次的判断 其实都非常的复杂 这个难度很大 另外其实就是在实际进行退出的时候 实际在落地做这个收缩战略的时候 退出是有非常多的障碍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个产业的退出 它有天然的障碍 比如说我斗志了一条生产线 这条生产线只能生产 我们家的这个产品 你放到任何一家公司 这个生产线都是完全没有任何价值的 这个叫做固定资产的专用性程度 如果它的专用性程度非常非常高 它在市场上是没有价值的 它只对你有价值 所以它就会形成你的退出障碍 那么另外退出成本是包括什么 退出成本在这里指的 其实是你的辞退成本 你在这里你要辞退员工 那辞退员工你要付一次性的补偿金 甚至于在一些海外病毒当中 员工保护这个有工会存在 那工会是对员工的利益 这个是有非常极度的保护的 尤其是在欧洲这些国家 甚至于在巴西 如果大家这个现在听课比较累了 对吧 我给你讲一个例子 巴西的这个劳工保护做到了什么程度呢 你们可以想象这个平时你们这个加班吧 应该大部分的同学 如果你们在职的情况下 肯定都会遇到加班的情况 那么巴西这个国家的劳工保护 做到了说 如果你在下班的期间 收到了老板给你发的消息 收到了老板给你发的邮件 只要是工作邮件 只要是工作消息 你是可以直接进行起诉的 这个非常夸张 可能在其他国家都不太存在 但是在巴西这个国家 可能全年 全民 每天都在打官司 然后一个官司可能要打一年 甚至于打好几年 就是但凡一点小事 只要是比如说你下班 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就找你 只要这个 在这个中间 午休的这个期间 你给我打了个电话 给我发了一封邮件 我也可以照你 这个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极致的劳工保护 所以你会发现 当这种情况下 我要去辞退一个员工的时候 因为劳工保护的 这个法律非常严格 所以对应的辞退成本 其实也会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是企业 想要去实施收缩战略 你必须要去进行 团队收缩的时候 你要去承担的成本 然后除此之外 这个内部的战略联系 你说你要把这一块业务 去做收缩 但这块业务 其实跟好多其他公司的 这个战略也好 业务也好 其实是有紧密 不可分的这个联系的 你这个业务没了 其他业务也会受影响 所以你要考虑 内部战略的联系 还要考虑情感障碍 这个业务可能就是 这个公司从最一开始 创业的时候 就陪伴这个公司 一起成长的一条业务线 结果这个 因为各种的原因 导致现在要把这条业务线 给拆了 那你说这个时候 第一个是管理团队 很难接受 要把这个业务线弹掉 第二个是 这个业务线上的 所有的员工 可能跟这个公司的情感 也是有非常强烈的绑定的 这个时候 我要去把这个团队解散 其实也会有情感的障碍 最后就是 类似于像 政府和社会的约束 这个其实跟我们说的 劳工保护 其实也有一系列的关系 有的产业 其实是你可以自由进出的 但有的产业 并不是你能自由进出的 因为在社会和政府的 这个层面上会有约束 不是你想来就能来 想走就能走的产业 所以这个其实是 我们在实施真正的 落地实施收缩战略的时候 必须要考虑的一些障碍 好 那么回到这里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 收缩战略怎么讨 历年真题 其实都没有设计过 收缩战略的考察 所以后面我们给大家去 讲这个只做好题的时候 也没有历年真题 可以去给你参考 过往其实考的 都是发展战略 没有任何一年考过 甚至于设计过 收缩战略 所以只是有可考性 但是没有真实的 这个考察 但从实物的角度来说 收缩战略 大家都能够理解 说可考性很高 所以大家不要 狭义的去理解说 只有当这些公司 快要死了的时候 这些企业才会去 实际收缩战略 实际上很多发展 很好的公司 基于目前的疫情也好 基于大的环境也好 基于战略整合 和重组的需求也好 是会去调整 业务线的 所以基于 重组的考量 去调整业务线 这个是站在大公司的角度的 一个主动的行为 还记得吧 我们刚才刚讲的 这个实施原因里面 有一条大公司的主动行为 就是调整业务线 实施重组 那么站在G2的 整个案例主线设计的角度去讲 其实考察收缩战略 主要也是选择 对部分业务采用收缩战略 而不是对于整个公司收缩 所以考察方式 类似于像发展战略一样 给你了好多的 公司的战略类型 这些战略 有可能是针对于 业务线一的 有可能是针对于 业务线二的 那对于不同的业务线 可能我选择的战略不一样 其中有一条业务线 可能选择的 就是这里的收缩战略 然后要求你去判断 到底是属于 哪一种细分战略类型 所以你看 这里的考察点 很有可能是需要 你去把握清楚 紧缩与集中战略 转向战略 和这个放弃战略 三者之间 到底程度 怎么去进行区分 要求你去说明一下 企业在实施 收缩战略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以及他这么做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 让你简单分析和描述一下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看到了吗 三种考察方式 第一个 像考察发展战略一样 让你去判断 属于哪一种细分类型 第二个 让你去分析一下 企业实施收缩战略的原因 第三个 让你去分析一下 企业在落地 实施收缩战略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后两者都是 类似于简单题 结合材料分析一下就好了 第一个是要求你要对 不同的战略细分类型 进行精准把握的 然后给到大家的 其实就是两道基础好题 这两道基础好题 我们在课上 不花时间跟大家讲了 因为收缩战略的这一块 我们历年真情没有设计过 而且今年这个考察 是可考性比较高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课后 稍微自己花一点时间 把这个 这个收缩战略这块内容 自己稍微看一看 然后做一下这两道题目 就把它当作 今年有可能的真题去做 感受一下说 如果万一我从这个角度去出题 你会不会进行相应的描述 你看这两道题 分别是考察的退出障碍 这退出障碍 不是简单的这个默写 你看很多朋友就觉得说 后面的两种考察 考原因 考退出障碍 肯定就是把原文的这个内容 直接背记 然后默写到我的这个答案里面 去就结束了 不是 所以你看这两道题目 其实都是用这个 专业阶段的题目 稍微去做了一下改编 但他考察的方式 绝对不是简单的默写 是要根据材料段结合分析的 这道题目考察是 退出障碍 这道题目考察的 也是 这个退出障碍当中的 一些细节内容 只不过大家可以 具体再去看 所以这个留给大家 当作特后作业来进行完成 好吗 大家注意啊 这里就是特后作业 这个 请你们把所有的这个 你们分析的内容都写成文字 一定要写文字 写出来之后 你才会把握得住 就到底自己哪一块掌握的好 掌握的不好 然后在写文字之前 先把这个收缩战略的内容 整体框架复习下 然后把这个里面的层次和结构 把握清楚 然后再去进行资料段的分析 我们下节课在一开始的时候 先跟大家讲 这个收缩战略这两道题 然后我们再带着大家去 进行后面的内容 那今天整体其实就是 带着大家理解了 发展战略和收缩战略的 这两大的战略类型 重点一定是发展战略 收缩战略只是特讨性 有特讨性而已 所以这节课结束之后 请大家及时的完成打卡 完成客户作业 两个客户作业吧 第一个 发展战略 我希望大家自己 客户 把你们的讲义 把你们的教辅书 把你们的课件全部都合上 拿一张白纸出来 或者把你的草稻纸 和你的笔记本 翻到崭新的一页 然后就根据你今天 特上所形成的这个思路 从头到尾去回忆一下 发展战略的层次 以及每一种细分的 发展战略当中 你要注意的点是什么 然后把我们刚才 所讲到那16的题目 对吧 那16的基础好题 你从头到尾 再自己去做一次判断 看上这里面 你能不能判断准确 以及你能不能相应的 去写出你判断的理由 所以两个点 第一个是自己 去默写和搭框架 第二个是16道题 自己重新做判断 写理由 第二个作业 收缩战略 收缩战略的两道题 自己做一做 写一写 然后下节课我们来带着大家 讲收缩战略 好吗 然后这个课表 大家应该都有了 下一次课 应该是 今天是27号 对吧 所以下一次课应该是在21号 我们在周四的时候 大家在这之前 把这个课后作业完成 好吗 下一节课我们会带着大家 来讲这个发展战略的 主要途径 这个也是我们在综合阶段 这一部分考察的时候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考点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进阶好题 今天没有 等到大家 这个拿到了书之后 就会发现有进阶好题了 另外最后 在下课之前 说一说这个书 这个书 我和小金老师已经教训完毕了 所以 这个应该就会在 明天明后天 应该就开始陆续的 这个发货 然后会寄送到大家的手上 大家应该在下一次课的时候 希望 同学们手上都能够有这本书了 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因为下一节课 大家要用到的所有的资料 还是在我们这节课的讲义当中 如果有了的话 那你们就可以接下来 把所有的笔记都做在这一本 这个讲义当中了 好吗 后面的题目也可以直接在这里完成 好 那我们的这个课程 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也辛苦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 正好是晚上十点钟 也不希望给大家拖特别长的时间 大家每次学习特别累 希望大家每次都能够增下来 然后比较轻松的去完成 综合这段学习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晚安 拜拜